Hello,同学们大家好,我是52MD的吕洪斌 那么首先,你观看这一套丛林学编曲的实际课的课程之前 我就先给做一些介绍 那就是说很多同学觉得编曲很难 或者是找不到一个头绪 然后如何去下手,去学习 那么我们这套教程就是专门针对从零 就是你什么都不懂的一个学习 一个学习,学了这十节课 你差不多做一些简单的歌曲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就说你做编曲,我们就先来说一下 做编曲需要些什么东西 首先就是你的一个电脑 你要有一台电脑,笔记本也可以 然后台式机也可以 另外呢,最好是有一个升卡 有一个升卡 升卡的话,升卡的选择就差不多 你初学,建议你就买个玛雅44 就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尖尖音响呢,也可以差不多几百块 建议同学们就才开始用的时候 即使你有钱或者是怎样啊 你尽量往这些设备从低端的往起啊 先去研究啊,去怎样啊 如果是那种不在乎价钱的话就我就就没意思啊 土豪啊 然后呢,就是做音乐啊 你最好会一样乐器 不管是钢琴或者吉他啊 会一两样乐器啊 那是最好的是对这个编曲是有相当大的帮助的啊 相当大帮助啊 就是因为你会乐器 你经常玩音乐,经常弹,经常听音 你就会对音乐产生一种感觉啊 所以就说我们之前就一直在说啊 玩音乐都是靠感觉找灵感或者怎样 这个灵感就相当于你是一个感觉啊 虽然就是说你这个感觉 但是这个感觉是怎么样来的啊 还是你从你的这个自身的对音乐的接触啊 对音乐的接触 他没接触过音乐的人 你不可能就说他找什么感觉做做什么歌是吧 就说你接触的多了 那肯定就会对音乐产生一种感觉是吧 那就是说建议你们呃 去搞一个吉他 像吉他也很便宜 你搞个练习琴啊 两三百块买回来自己学习一下啊 对于吉他的学习呢 我们也会呃做一些呃教程啊 以后会发出来啊 然后呃有条件呢 可以买个MIDI键盘 或者是电钢琴啊 你可以学习啊 就做音乐呢 他需要一个这个乐理知识 最基本的乐理知识 哪怕就是说你什么乐器都不去学了 你不想学 然后你就想来做 那么你就需要来了解一些这个基础的知识啊 基础的知识 一些乐理的这个基础的知识啊 然后呢 我们这个公开课啊 他分为这个十节课啊 分为十节课 就说第一节课就叫你认识这个音名唱名音符啊 他这个你你你玩进去 你连他叫什么 他有什么作用 这些音符他有什么作用都不知道 那你没办法玩了 没办法玩啊 第二个呢 就是一个QB4的基本设置啊 我们编曲的话 是用这个QB4的这个基本啊 这个QB45来编曲啊 QB45 教学用QB45 然后呢 第三课呢 就了解音语键盘啊 因为我们啊 这个呃 呃 做音乐 用这个QB4啊 不管你用什么 他都是在钢琴窗口啊 他就那些钢琴精卫来编写这个MIDI音符啊 所以要对键盘要对音有一个了解啊 第四课呢 就来说一下啊 看简谱唱歌 然后并用QB4写 写把它的这个旋律写下来啊 因为呢 在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啊 就比如说骑马的啊 如果你以后接当子了 你的客户把谱给你了 让你那你看不懂谱 你怎么来写这个音符 是吧 你怎么不怎么怎么来填写 是吧 你填写到QB4里 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可以边听边来做 边听边给他配和弦啊 利用一些这个理论知识呢 很快的就可以把这个和弦给他编配进去 是吧 然后第五课呢 就是一个C大调的和弦和各级和弦的色彩啊 就讲解七个和弦 这个和弦是呃 怎么来用啊 他色彩是怎么样的啊 怎么来用这些和弦或者就说一些呃 这个基本的和弦进行啊 这些就很很很很基本的一些东西 我们就来教啊 第六课呢 就是教你这个作曲啊 看词看着词来作曲啊 第七课来教你做词的一种简单的方法啊 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啊 就是说第六课如果有一定创作能力的同学看着词 他就能把这个曲子唱出来 当然有一些同学就没感觉或者怎样 你第七课我们就来教这个呃 作曲的另外一种方法 即使你没有感觉去作曲了 但是你利用理论的知识也可以把这个曲做出来啊 说不定还会还能做出不好啊 还能做出这个比较好的作品 是吧 第八课呢 我们就来学习如何用旋 如何为旋律配和弦 就说你自己 比如说你自己这个旋律唱创作出来了 你首先你肯定需要给他配上和弦 对不对 配上和弦 配上和弦之后 再来按照这个和弦来弹奏钢琴啊 吉他这些这些东西 是吧 第九课呢 就是一个啊 作品的一个分析啊 一个作品的分析啊 或者第九课第十课 我到时候录着看啊 他可能会做一些演示啊 做一些讲解 这个就是一些配乐器怎么配 然后一些弹奏方法怎么来弹 就是各种乐器的这种弹奏方法 简单的这种弹奏方法可以来弹 面对这个十节课呢 我的我的概念就是面对什么都不会的同学啊 你就是小白 你就可以看完仔仔细的看完这十节课 你基本上就会对音乐 对编曲有一定的了解了啊 有一定的了解 就是说做编曲啊 你连这十节课的内容 你都掌握不了 那我觉得啊 你还是不要去做编曲了 是吧 这个已经是 这十节课已经是我压缩再压缩 压缩到了最简单的啊 最简单 你必须学的一个东西啊 如果就连这个东西都学不会 那么你更深入的东西 我觉得你更学不会了 是吧 所以就说就这个意思 好 那么我们从这个前言呢 就说到这儿啊 我们从第一节课呢 就开始来说啊 这个好 那前言就说到这儿 撸送这么半天了啊 那有问题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官方论坛 www.52media.net啊 去发 去发帖询问啊 求助求助的这里 去发帖询问啊 还在群里面呢 也可以和同学们去交流 好 那么我们这节课就说到这儿 谢谢大家 我们请大家看 孔子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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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